舒拉颱風造成頭市包回山產業道路 位於南天府路段路基掏空 造成道路崩塌斷層數節 當地民眾表示 此道路是農民重要的出路道路 現在斷層好幾段 讓往來的農民都相當不便 又因適逢農園採收期 此路是農民唯一的採收道路 每次經過這裡都顯像還生 希望相關單位能盡速搶修 很多人在使用地採用旗 南京旗都說要採收 收成後來都很害怕 有了,很危險,這是沒有的 春天晚上,南京都很大 都不會跌過,都很難站起來 農民都很煩惱這個路 都不會跌過 很要緊這個路 當時要收成 連我們的住室人也很困難 都有了,住室有了 吃清,都很困難 醫院陳漢利表示 颱風過後有許多地方受災嚴重 此次位於鮑尾山這個路段 因路基掏空造成道路毀損 希望相關單位重視及搶修 我們南投這次受創的非常嚴重 有多處淹水 南投市跟棕樓的交界處 就在我們包圍,很多南投市 在我們包圍山這裡 正臨境做實的人 那這條路呢 照我們南天府的這個路段 等了很多 議員也表示 該路段為農民重要的產業道路 適逢農業採收期 許多農民為家境採收 不得不冒險通過該路段 希望相關單位能速報請中央 爭取經費 趕緊搶修該路段 讓辛苦工作的農民 出入都能安全 不要對農民造成二次傷害 那我昨天跟我們這個 縣政府的這個課長 陳課長一起去勘察 那希望呢 這次報栽修的時候呢 希望我們這個地方政府 用最快的時間 報到中央去 現在又是農業採收的時期 臨上很多阿伯 除了開發財車 還會騎渡場的非常危險 那當然就是說 不要說因為風災之後呢 導致就是說我們農民呢 產收的農產品的時間 又拖廠的話 造成了二次傷害 此次風災對縣市內 造成許多傷害 雖然縣府及相關單位 都盡力搶修 但仍有多處未能完善 包圍山有許多農民種植農作物 也是市民重要的休閒爬山場所 希望相關單位 並能盡速搶修 讓市民都能安心使用這個道路 民意新聞楊志凱 南投採訪報導